来看一下积极对阵MRC的第一局上半场 马哥第一刀好像蓄力刀但是没打中 囚徒这边的话觉得交电也进不了交互 这边交电其实也进不了交互的 但是吃一刀以后可以 但他主要没有翻窗加速了 有翻窗加速可能翻窗去往教堂走了 现在的话这里跟上来没了 这上来击倒的有点快 36秒人没了 这个机导马哥带的是失常 说实话这个机导他失常过去踹了都感觉有点 好像不够踹的意思 但是可以踹这个踹的非常舒服 这一脚密码机踹空 然后一个回溯 讲道理这个局应该是一个偏向于 四抓的局要翻回来 他没什么可翻点 野人打架不太现实 园丁这边拆椅子 我觉得这边MRC可能不是特别的 有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训练 再加上面对的是个二阶格局 你真要拆椅子 你得是拆的很好才行 要不然很容易被一波对吧 反而反手被这边那个马哥抓到机会的 看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局要不就富贵险中球真拆一波也行 为什么呢 你正常打流程 就双方正常打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就一定是个死抓密码机差太多了 这边二挂密码机总量一台半 两台半 我经常给大家讲 我们这边我自己的一个观战或者解说的公式 就是二挂要到多少密码机呢 三台半 三台半是一个双方五五开 求生者 监管者这边保平真胜的一个量 那么一台半是什么概念的 一台半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怎么见过 在这种高分段或者比赛里面 对吧 二挂一台半的局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想要拆呢 可以拆一拆 就是赌一手嘛 富贵险中球 园丁家野人 我拆 然后外面一个舞女修 不拆的话 没什么机会的 只是拆嘛 天赋上面可能也没准备 然后战术这边呢 可能也没有训练 没了 铁眉 这边甚至野人还要 不追一刀嘛 先求稳 马哥这边也是比较求稳 毕竟今天第一把 先把人挂飞再说 后续 他其实 打的那个什么一点呢 就切个闪现秒人都可以 比如这边跟过去 能起一刀的话 直接闪现秒掉都行 一切都掌握在马哥手里 剧本写不出来的 这个真不知道该怎么写剧本了 马哥也是不提啊 随便找了台机子 反正有多少先踹多少 踹完以后去找人 好像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躲猫猫的剧本 就人找不到的剧本 不够 他还得什么呢 人找不到的同时 还需要马哥头铁硬找 对 这边头铁硬 找到了 找到了 就准备下一把了 这把就 他也不能流血吧 流血淘汰 也不太成立 流血淘汰 其实也得是监管者 这边给机会 才能淘汰的掉的 这边花瓷尽可能的做牵制 尽可能的做牵制 6的是真的还可以的 前面那波躲猫猫也躲得不错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密码机的话 总量加起来多少呢 4台大概20%多 我们算100个总量是200的机子 这个时间点是找到 再找园丁的 等到园丁上挂的时候 密码机是多少呢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已经到达了三台半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边园丁单人拖的时间 够外面两个队友 修掉了一台半的总量 其实这个总量还是算蛮多的 只是不够而已 确实不够 因为劣势太大了 马哥再来一脚 直接切船 回去做防守 园丁过半 不就密码机也修不完 哎呀不行啊 他得是要么无女倒地 也人在外 然后呢 开始流血 这样有没有可能淘汰 好像也不太可能 想象不到有任何的跑一个的可能性啊 只能说看这边小陈的一个发挥了 那相对来讲呢 小陈可能会打艾维的面会高一点 然后艾维控场控住也有机会 我觉得下一把 就BOA的下半场 可能这边就要掏入练师了 入练师先掏一个 确保或者说保个下限什么的 野人教自己 还能骑个猪 野人的残局还是能蛮能拖的 看看后面怎么说吧 找到了 哎 这只能说这个舞女的小迪老师 这个舞女躲的位置其实还是蛮腰的 但是呢 舞女这个皮肤他太粉了 白白亮亮的 牵起来 好 那这边的话赶过去挂上 舞女这边的话 其实自己应该是起不来的 应该是起不来的 摇下来 这波野人是因为是那个牵起来过 放下来的 所以这边摇下来 还在坚持 就我们就算真的一个都跑不了 我干嘛 我干嘛呢 我这边 求生者为了消耗马哥的体力 对吧 打得你烦躁 哎 你看你抓我野人抓不到吧 哎 就让你难受 我消耗你体力 我耗你 哎 我耗 哎耗 耗完 你还说过很多职业选手吗 那么其中包括什么样的职业选手呢 倒他的职业选手 倒他职业选手里面有一些战术 就是这局已经打不过了 已经没机会翻了 但是我们就不投降 干嘛呢 就是消耗你们的对手的意志力 自己这边的打得非常的顽强 然后消耗对手的体力和意志 也有这种战术的